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盗墓片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由于盗墓过程的人性之恶太过黑暗 太过真实 见义胆小的可以划走 一口心红的贵妃棺材 被眼前这个男人挤斧头劈开 一味全身带满金银珠宝 身着锦衣华服的贵妃遗体出现 贵妃去世24年 却依然皮肤饱满 宛如刚刚去世一样 这让盗墓贼有些胆怯 但还是把手伸到了贵妃的头边 拿走了贵妃的粪冠和宝盒 又从她丝滑的手上 取下金如意和玉琢 但凡值钱的盗墓贼都给扒干净 就连防止尸体事变的叶明珠 盗墓贼都不放过 这叶明珠一拿就拿出了问题 当她准备离开墓室的时候 却看到了诡异恐怖的阴霉 只见面色惨白的贵妃尸体 居然从棺材中坐了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盗墓贼 盗墓贼被贵妃墓内的诡异幻想 给吓得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而这具贵妃遗体便是赫赫有名的真妃 相传真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 但因为支持光绪变法 被慈禧太后一直所憎恨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时 慈禧带着光绪逃经避难 但她不想带着真妃走 又怕真妃留下来会被八国联军侮辱 丢了皇室的脸面 于是下令将她投井处死 可怜真妃才24岁 却含冤而死 因而积攒了很大的怨念 等八国联军退兵后 慈禧再度返回了北京紫禁城 可她每晚都不得安生 梦中总会见到一口枯颈 披头散发宛如真子附体的真妃 从枯颈中缓缓爬出 流着无尽的血泪 伸出长满尖锐指甲的双手 掐住慈禧的脖子 想要向她索命复仇 被噩梦纠缠的慈禧寝难安 随即下令派人打捞真妃尸体 以贵妃之礼后葬于河北一县的清熙林 并将她生前所爱之物尽数陪葬 借此抚慰亡灵以求平安 送葬的队伍通过狭长的墓道 将真妃的光果运进墓室 随着地宫大门被封死 真妃的尸体在此长年 但她的厄运却没有因此结束 时间来到1938年 一个穷秀才醉酒后吹嘘 在酒馆里大肆宣扬这段宫廷历史 一时间 所有人都对真妃墓里的宝物起了歹心 人群中的土匪探子为了不走漏风声 将酒馆所有人都绑架到山上 试图已决后患 最终酒馆客人除厄士臣以外 无一幸免 劫后余生的厄士臣找到大哥寻求合伙盗墓 厄士臣本是当地的一位庄稼汉 曾经练过一些武艺 为人颇有胆色 他的父亲被高阎王给杀害 厄士臣一心为父报仇 只是苦于土匪人多势众没有机会 听到真妃墓有财宝的消息 厄士臣内心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打算效仿东陵大道孙殿因盗墓取宝 用财宝组成一支队伍 借此剿灭黑市领的土匪 然后凭借财宝和未婚妻 以及红颜知己老板娘 过起没羞没骚的生活 厄士臣两人来到清晰林一阵打探 发现这里除了一个年迈的守灵员 没有别的守卫 内心大定 决定在土匪之前先下守卫墙 却不支出土匪外 一向不管事的护灵队赵队长 被一个守灵员要求管事的保卫皇领 赵队长在得知真妃墓宝物后 期待新的准备坚守自盗 一时间 各方势力都盯上了真妃墓 第三天 厄士臣召集了盗墓小桃 有会制造土炸药 能炸开墓门的石匠 专业道斗的盗墓贼 以及望风杀人的张氏兄弟 为了防止有人夺保杀人 厄士臣建议六人结败兄弟 用江湖规矩来约束彼此 但除了厄士臣兄弟以外 其他四人都是个怀鬼胎 根本不把规矩当回事 当晚凌晨 盗墓小队开始了第一次盗墓行动 他们先是制服了守灵人 逼问出真妃墓的位置 然后找到真妃墓的开始挖掘 盗墓贼虽然挖开了地面 却无法敲动墓道的封顶时 只能提出让石匠使用土制炸药 厄士臣很犹豫 担心动静到的太大会引来护灵队 加上天色渐亮 他们只能先暂时离开 明天晚上再来看看 等到第二天晚上 厄士臣他们准备前往真妃墓 却发现真妃墓附近有大批人影的晃动 传来枪响 一时间清晰林内枪声大作 原来土匪高阎望也选择在这天夜里盗墓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护灵队竟然得知消息的守株待徒 两帮人当即交起火来 石匠害怕被波及 打算先跑了再说 谁知厄士臣表示这更是盗墓的好时机 等他们两败俱伤地回去 他们就可以放心地炸开墓门 经过半夜的激战 无论是土匪还是护灵队 都是损失惨重 只能收兵地回去 没有他们的干扰 厄士臣他们肆无忌惮地炸开墓穴 让盗墓贼开始盗墓 盗墓贼下墓之前 都会将蜡烛或油灯放下墓道 以检测空气是否吸薄 见蜡烛没有熄灭 盗墓贼这才放下心 孤身一人下入墓室 刘恶士臣几个门外汉望风 盗墓贼提着昏暗的油灯 悄悄靠近针飞墓大门 门上刻着神术玉律 怒目圆征 吓得盗墓贼是一哆嗦 可他随即咽了咽口水 想着里面的无数金银珠宝 又壮着胆子凑了上去 掀示了适时门的力道 然后熟练地掏出铁叉深入门后 确认没有机关后 将底门的石柱偷偷移开 他小心地将门推出一个缝隙 从而躲过头上的机关 接着捏手捏脚地进入墓室 看到真飞的光骨后 盗墓贼及斧头劈开真飞的光骨 大肆收刮真飞的珠宝 等临走时 盗墓贼生出独吞财宝的想法 但考虑上面的五个人 他最终还是只敢将部分财宝 藏在真飞墓的身下 预备二次盗墓 这一流就流出祸患 人性到底有多可怕 我他妈得实话实说了吗 你瞧 这熏肉 这酱肚 炒干尖 溜肥肠 爆三亚 都是黎光的五脏六 做的 饿世成起初不敢相信 人性能丑恶到这个地步 可看到副官惊恐的表情 他立马就相信了 脑海中立即闪过结拜兄弟 被开膛破肚的模样 饿世成再也忍不住地托 他很后悔 如果当初不一起去到真飞墓 盗墓贼也不会死得如此凄惨 不过盗墓贼死得这么惨 也是咎由自取 当初一起去到真飞墓 说好一起瓜分财宝 谁知盗墓贼偷偷在墓中留了一份 而财宝到手以后 张氏兄弟建材起义 提议分了财宝的各走各的 不想招兵买马地去剿灭土匪 这一行为得到石匠和盗墓贼的认可 饿世成明白其他四人起了异性 他知道多说无意 只好同意分赃丧活 于是他们将盗墓贼带回的财宝 评分以后各奔东西 第二天 盗墓贼准备返回真飞墓 拿回当初的宝贝 然后就出现开头的一幕 盗墓贼疯狂地磕头求真飞原谅 刚磕了几个头 却被一个大汉所阻止 来源是护灵队阵营的标诗 这一次是为了独吞宝物 一个人偷偷下墓的 谁知被盗墓贼杰族先登了 他不停地殴打盗墓贼 情急之下 盗墓贼供出自己还有五个兄弟 自己可以带标诗去找他们 标诗答应了 标诗挟持盗墓贼走出真飞墓 刚出道洞 就遭到一个黑衣人的偷袭 黑衣人似乎是为救盗墓贼而来 标诗与黑衣人大战几个回合 打不过的狼狈而逃 而这时黑衣人也露出真面目 他正是恶士臣 他早就怀疑盗墓贼有鬼 得知盗墓贼私藏珠宝 又违背规矩的出卖兄弟 恶士臣本想了截盗墓贼 可盗墓贼一阵跪地求饶 言明自己是为患难的妻子而留财宝 自己不想他过苦日子 恶士臣知道盗墓贼的情况 明白盗墓贼没有骗人 一阵心软 便放过了盗墓贼一马 而随着标诗逃回护灵队 真飞墓被盗的事情被宣布天下 这下无论是护灵队还是土匪 都要那伙杰族先登的队伍死无全失 土匪头子高盐望查到 穷秀才在酒馆吹嘘当天 有个漏网之余恶士臣没被抓到 跑到酒店里问老板娘 恶士臣藏在哪里 老板娘对恶士臣情真意切 自然不肯出卖恶士臣在哪里 土匪们见老板娘如此反抗 打算轮流玷污老板娘 万幸护灵队也查到酒馆 也打算来逼问老板娘 与高盐望他们展开激战 误打误撞救下老板娘 老板娘虽然没有被玷污 但也被土匪抓走 日日被严刑拷打的逼问 恶士臣下落 等恶士臣在未婚妻帮助下 江琪就回来时 老板娘整个人就剩一口气了 为了老板娘的安全 恶士臣将老板娘藏进大山的深处 比起老板娘 盗墓贼的妻子才叫惨 回到家的盗墓贼开始心神不明 看着身边的娇妻 也会出现真非诈尸的幻觉 逐渐变得疑神疑鬼 娇妻看出她的问题 问她到底怎么了 面对贤惠的娇妻 盗墓贼自然是如实相告 而娇妻知道盗墓贼如此缺德后 当即怒骂盗墓贼不是人 不过事已至此 再怎么骂也没有用了 想到最近护灵队在抓人 娇妻将盗墓贼藏起来保命 谁知盗墓贼害怕看见真非幻觉 竟选择喝酒壮胆 喝醉的她迷里糊糊地跑到街上 大吵大闹 吸引了正在抓贼的标识注意 雕师认出来盗墓贼 拔剑威胁她供出同伙下落 被标识这么一下 盗墓贼瞬间酒醒 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赵队长他们将盗墓贼抓起来 严刑拷打 逼问其余同伙的下落 考虑到恶师臣的饶命之恩 盗墓贼打死不说 最终导致她的娇妻 被护灵队轮番羞辱 娇妻是个刚烈的性子 愤然自尽 盗墓贼接受不了这番打击 当场就疯了 赵队长见盗墓贼没什么用处 就让人把他做了 属于盗墓贼的报应 现在一个个开始 老乞丐没有一分钱 居然敢点青楼最贵的风尘女子 你他妈的老叫驴 穷装蛋 拿几个花生米就想占老娘便宜 你快滚你 你也不撒抛尿罩 你那副德行 石匠被风尘女推翻在地 面对不可一世的风尘女 石匠骂她别狗眼看人低 她今天晚上过后 就会发大财 说完怒冲冲地走开 风尘女对此不屑一步 谁知几天以后 石匠居然穿着锦衣华服回来 我还以为是哪个小哥哥来了呢 原来是只癞蛤蟆 对 就是我这癞蛤蟆 石匠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拿出一颗夜明珠 在嘴边哈了一口气 又在袖子上擦干净 风尘女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么大的夜明珠 够她埋头苦干十辈子了 她再也顾不得石匠身上的搜尾 急吼吼地坐到石匠身边 询问石匠珠宝是怎么来的 色迷心窍的石匠全部给说了 谁知风尘女听后心生改意 跟老情人赵队长说了这件事 企图从真妃财宝分一杯羹 赵队长当即抓住了石匠 逼问其余财宝的下落 石匠胆小怕事 经不住严刑拷打 供出了盗取真妃幕的过程 和所有同伙的名字 得到线索的护灵队立刻开始行动 来到恶士臣的家里抄家灭口 由于恶士臣不在家 所以逃过一劫 但恶士臣的母亲和未婚妻一家 无辜地死在赵队长手里 恶士臣收敛了家人的尸体 悔恨自己只是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才选择去盗墓 却不料因此让家族灭门 他发誓一定要报仇 与此同时 赵队长已经收集了所有的财宝 他想独吞宝物 但老守灵人不同意 认为要将宝物交给维满周国 正当两帮要打起来时 门外传来一阵枪声 原来是高阎王知道宝物所在 准备从护灵队手中抢走 混乱中 守灵人抢到了那些珠宝 在标识的掩护下 带着珍宝逃出城外 但当守灵人逃出城外之后 却被身后的标识一剑刺死 不仅如此 标识还告诉临死的守灵人一个消息 他除了想独吞财宝 还是混入护灵队的汉奸 标识杀了守灵人 正要夺走宝物 却被扫墓的恶士权给撞破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三人打成一团 不料就在此时 之前被恶士权他们制服的清晰灵守灵人 突然出现 趁他们不被抢走了金银珠宝 三人见财宝被抢走 只能收手的各奔东西 经历多番打击 恶士权已经心灰意冷 他让大哥逃出河北境内 决定独自去黑石林找高阎王复仇 与此同时 标识回去给赵队长通通报信 说是恶士权伙同土匪抢走了珠宝 他并不认识守灵人 赵队长半信半疑带兵党往土匪寨 看到恶士权在土匪寨门前 就相信他们是一伙的 命令手下人对土匪展开攻击 自此 三方人展开了混战 一场生死搏杀过后 恶士权终于杀死了高阎王 但他自己也被护灵对待了 之后 赵队长为了逼问珠宝和同伙的下落 便命人准备了一桌韭菜 假意请他吃饭的诱问 但恶士权不为所动 就是大口吃饭 赵队长见恶士权软硬不吃 当场告诉恶士权桌上的饭菜 竟然是用盗墓贼的人肉做出来的 恶士权要是不说 就别怪他心狠手辣 恶士权闻言当即恶心地呕吐出来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出卖兄弟 自己在乎的人 死的只剩下大哥和老板娘了 他必须用命去保护 见恶士权不肯供出珠宝下落 恼羞成怒的赵队长 让人将恶士权和张氏兄弟十天后处死 第五天 赵队长查到带走珠宝的正是最后的守灵员 他们找到守灵员 从守灵员房中搜到包裹的赵队长 以为大功告成的杀了守灵员 随后一枪打死了雕师 想独吞那份宝藏 谁知守灵人并没有断气 他拿起标诗身上的枪 从背后了结了赵队长 然后为保护秘密自尽 护灵队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并没有金银珠宝 而是一大堆树叶 宝屋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也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恶士权几人也被押往刑场 在冰天雪地中 恶士权和张氏兄弟三人被斩首示众 自此以后 珍妃墓内珍宝的下落成了不解之谜 很多时候 人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就像珍宝 有人想靠他发财 还有人想靠他为民除害 可事实上没有珍宝 有些是一样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完成 就像恶士臣一样 就算没有珍宝 他也能正法土匪高颜王 反而因为珍宝 他们失去了一切 也许死到临头有所悔悟 但结局已定 一切都覆水难收了 所以做人还是多理智一点